大家好,欢迎观看出版社 今天我要做的是水煮豆腐 准备一块豆腐,还有一些蔬菜 我们先整理一下蔬菜 我做菜一般都特别喜欢放辣椒 我也爱吃辣的 整理好的辣椒,我们切一下 这个菜呢,你像我一样切段也行 或者是切丝都可以 按照您自己的习惯就可以了 您可以选择一些色彩比较丰富的菜 这样做出来颜色也好看 一半的黄瓜 我做炒饭或者这种热汤都喜欢放点黄瓜 比较爽口 豆腐也切好了 我们可以开始炒了 锅您选用像我一样有点深度的锅 因为这个一会儿要炖的 要放点水 所以最好是有深度的 油多加一点 等油温上来了 先下葱花,爆一下香味 然后放其他材料 黄瓜呢先不要放 稍微煸炒一下 我们先放一勺辣椒面 要炒出辣椒油的味道 再加两勺酱油 再爆一次香 这时候腌会非常呛油 不要忘记开油烟机啊 加点水 水量要根据你的豆腐的量 能没过豆腐就可以了 可以下黄瓜 再加一勺盐 等水开了 再加一勺蒜末 现在可以加豆腐了 喜欢吃花椒的朋友 也可以加一勺花椒面 最后再来一勺蚝油 做菜的时候 最好是最后放蚝油 我们就等它开了 让它先收一会儿汁 这个豆腐呢 我们连汤一起喝的 所以不需要收太干 这种程度就可以了 关火 我的水煮豆腐做好了 我先尝一口 很辣 但是很香 你学会了吗 别忘了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真的很需要你的订阅 谢谢 我是金社长 我们下期再见